个人 干什么 抓住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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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生 快 快走 快走 跑快来 他们是这本错误 找本子的帮我们抓小子 我杀死他 我杀死他 回头 隙隙隙 leave 封及 poets 隙隙s 隙隙 隙隙隙 隙隙 隙隙 攻击他 攻击他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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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一体 你到底在哪一体 五十人以上的人 一人的人 也不能被捕 你到底在哪一体 飯吃了 我沒有 我沒有 但是 當時很混亂 很多藥物 突然攻擊 然後 犯人 馬乘 追跡 發生的事 草子 一体 何人 分かりません 彼は突然現れました 山口閣下 私が思うに 参加者は二種類いるはずです 一つは馬場の鍛冶屋 もう一つはヤクザ物 もし土地の鍛冶屋であれば 覆面は明らかにおかしすぎます 所以恐懒惰 ヤクザ者吧 是的 它們乘的馬是汽油 泥和埃沫裂的 似乎的 距離從來到來的 不一樣 它們有這種勇氣 嗯? 江湖仁氏? 所詮 它們都不適合 俺たちも奴らに少し遠慮してたようだ 命令だ 終案戦の中の ドイドも一掃する 投降しない者 反抗する者がおれば 殺してもかも はい 佐藤 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が指揮を取れ 大事なのは トゥフェイドも屈服させることだ そして俺たちに 犯人を引き渡すよう 持ちかけることだ はい ミッチン 同志们 今天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應該知道 小鬼子居然派了几十個特務 混進馬場搞破壞 迫於目前的形勢 我們必須馬上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隊伍 保衛家鄉 保衛我們的親人 免受小鬼子 狗特務 和土匪惡霸的欺壓迫害 我們管這支隊伍 叫鐵衛隊 因為它是咱們鐵工會自己組建的 同時 也希望能把這支隊伍建設成一支 戰無不勝功無不克的當鐵隊伍 大家有沒有信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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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宣布 從現在起 鐵衛隊正式成立了 鐵衛隊 戰無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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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鐵衛隊的人 戰加上李邪兄的人 總數是四十人 每個人都配上了馬場造步槍 還有一艇捷克式機槍 跟咱們的實力已經不小上下了 氣死我了 這包泥腿子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徐 您也不必生氣 建立一支軍隊 可不是有人有槍就可以的 沒錯乾爹 這樣你給我二十幾個人 我現在就去把那個面子 行了行了行了 屁話 上推李先生帶了十個人 您就把你們嚇得夠強 現在已經變成四十個人了 你還敢說人家不堪一擊啊 上次是他們虛張聲勢 是啊大白 這次我打得清清楚楚 附近確實沒有新四軍的正規部隊 自從小鬼都掃蕩之後啊 他們已經撤到西邊去了 遠都啊 你說說你是怎麼想的 你想好了沒有 徐 我的想法是 現在還不是倒仗的時候 所謂殺敵一千 自損八百 就算咱們把他們四十顆都給消滅了 咱們的損失也會很大呀 到時候這幫臭鐵匠的親戚朋友 再來找我們報仇雪恨 咱們還真就扛不住 難道就聽之認之了 當然不是吧 徐彥 咱們得用軟刀子殺人 軟刀子 眼下的當務之急 是鄉長的選舉 只要我們拿到了這個鄉長的名分 這幫臭鐵匠的利益 就都抓在了我們手裡 到時候再慢慢地收拾他們 這製造型真是神奇妙散啊 走跟上 跟上 老大什麼車去 對 沒錯 快 動手 大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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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別別別別亂別亂 抓活的 抓活的 快點 滚嘉雯 滚了 滚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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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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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高老师就过来了 好 就怕他不来哪 同学们 臭家伙 好 干什么呀 大半夜的明火之杖了 你们想干什么呀 徐先生 徐先生 你来得正好 刚才我们的人 发现了一伙蒙面强盗 举着火把想烧房子 现在 被我们的人拿下了 蒙面强盗 哪儿呢 把人给我带下来 垂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 怎么了 你跟他们有什么冲突吗 我 我 我 别害怕 谁欺负你了 干爹给你做主 我 他 我 他 他们 徐 是这样的 我让锤子 带人出来进行夜间训练 他没想到 和铁锅会的朋友 发生了一点误会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 我 我们是夜间训练 在捡馆头 他们冲出来就 就打我们 放你个大臭屁 你们家训练烧房子 你们家的房子 让我们练练好行不行 行了 徐先生 您这训练可真新鲜啊 穿着夜行衣蒙着面 点火烧房子 这练的是什么工啊 徐先生 你现在还是乡长 这件事 你得秉公执法吧 看起来 这里面有点误会啊 是是 我看这样吧 这个事呢 大家就都不要再提了啊 以后 都注意点啊 散了吧散了吧 徐先生 您还真会秉公执法啊 怎么样了 办法想出来都没有啊 我们要是能搞定老崔下 那咱们的选举 就必胜无疑了 怎么搞啊 干爹 那么着吧 我我我将功补过 老崔家的事我去办 你不嫌丢人哪 该下去 说实话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搞 咱们上回把脆土炮给得罪了 他到现在还记恨我们呢 那咱们就许给他一点好处嘛 一点恐怕不行 咱们这一回得下血本 最好让他从今往后都和咱们一条心 这样铁工会可就没戏场了 我再琢磨琢磨 你叫上我 让我好好收拾收拾他 冰芝 你看看你还有个女孩子样吗 你以后 你怎么找婆家呀你 我的亲爹呀 你怎么就会说这个呀 那本姑娘我差哪儿啊 这无论人品相貌才华 你说我哪样比人差了 你看什么呀 我哪儿不对劲啊 对呀哪儿都对呀 哎 我 你怎么就屡教不改呢 我上个辈子欠你的是不是 您要是不把这个家折腾败了 你就觉得不甘心是不是啊 爹 这不也没什么事吗 你怎么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这回没事 你能保证每次都没事吗 这夜路走得多了 总会遇见鬼的 见鬼我就杀鬼 杀你个大头鬼 你就嘴硬鬼 老板 这是你们家祖传家伙吧 天天练的 好 怎么了 要是卫铁工会的事 我不感兴趣 崔先生 我们今天不谈那个 我们是来谈生意的 对 来谈生意 谈什么生意啊 上次崔先生说过 愿意把崔家造的枪卖给我们 以支持抗人 我是说过 我们想把崔家出产的枪 全部包下来 好大的口气啊 没办法 我们家大业大 枪支弹药很缺啊 好 那咱们屋里谈 请 爹 时针到了吧 行了啊 别在那儿丢人现眼了 对了 你也进来听听 以后崔家的生意 你也学学怎么管理 行吧 是吗 我冤枉啊 不是我 兄弟们大伯自己猜出来了吗 回头我就叫你审舟了 崔先生啊 我想了解一下 老崔家每个月能出产多少支枪啊 现在主要是原料供用不少 要是原料充足 再开足马力 一个月应该能出二十多支枪 那请问 老崔家的原料 都是从哪儿进货的 主要是从许大勇那儿买的 不过最近小鬼子封锁很厉害啊 原料是越来越难买啊 这样啊 如果以后原料问题 我们来解决呢 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是帮了我的大务 老许来了 你们这是都约好了的吧 你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事啊 要不要我回密一下 密什么谋啊 我们是在谈生意 既然大家都撞到了一块儿啊 那就都一起坐下来捞捞坑啊 坐坐坐坐 不过我有话在先 谈生意先聊天可以 但是不要谈政治 不要谈政治啊 老崔啊 我不谈生意 也不谈政治 我是来提亲的 老许啊 你可是真舍得下本钱啊 连规矩都舍进去了 积点口德吧 摧取两家联姻乃是天作之合 我相信 崔家父子都是有良知名事理的人 而且 这桩婚事不是还没成吗 我倒是相信他们是识实务的人 跟着你们这帮泥腿子混 能有什么前途啊 话别说得太满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好啊 是骆子是马 明天牵出来溜溜 好 明天见 那许凌芝 打小就是个刁蛮霸道的脾气 你们去打听打进去 这马上哪个小孩被为他欺负过 我们都给他起个外号 叫母夜叉 从小就领一帮狗腿的到处作恶 就上回你不记着了吗你啊 铁袋 就被他给推河里去了 差点没淹死 我找他们去理论去 就他那个吐脑的哥 锤子 差点没把我打吐血了 害得我回家躺了一个礼拜 就这样的母夜叉取咱们家来 咱们家要不要过安生日子了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还说他干什么呀 话又说回来了 你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把火把人柴缝给烧了 你那是跟人凭理吗 是他们家不讲理 是我烧他们家柴缝 要知道我应该了他家房子 行了行了 一个大小伙子 这种沉芝麻烂骨的事 说个没完没了 你好意思吗 再说了 你一大十八遍 他爹不都说了吗 他现在改了很多了 爹 你们不会 要答应这门婚事吧 要是从身家门地来说呀 咱们还算占便宜了 咱们还算占便宜了 是 可不是嘛 什么可不是 是呀 你们醒醒吧 许大勇是个恶霸 哪家没霸他 所有人家都在背后骂他 我们家可是正经人家 铁飞啊 铁飞啊 娘是这么想的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娶个媳妇不容易 你跟灵芝俩 从小长到大 不管怎么说 知根知底 也算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嘛 我说两小无猜 可不猜嘛 我都被他拆了多少次 他欺负过您 我这手和脚加一块 我都数不过来 想不想出这口气 你听娘跟你说 你把他取进门 让他好好伺候你 给你生娃 欺负多少次 就生多少个娃 娘 你这说什么呢 我亏你能说得出口 就服了你了 二小姐歇着呢 嗯 有事吗 我特意来给小姐喝喜的 什么意思 今儿我跟老爷 去来趟吹土炮去 给小姐提亲啊 提亲 老爷把你许给 吹土炮他儿子了 他儿子是谁啊 大名叫吹铁飞 吹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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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原来就是那个混小子啊 小时候老跟我作对 还被我收拾得可惨啊 你还别说啊 这真是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他了 原来还是青梅竹马呀 恭喜二小姐 你恭喜个屁呀 你说我爹也是啊 这提亲那么大件事儿 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问问我的意见 谁知道那混小子 现在什么德性啊 我总得 先查查他的底细吧 其实这个 少了不说了 你赶紧的啊 有话快说有屁块放 你别再热过吞吞吐吐的 你也不怕被憋死啊 薇铁飞好像还记着您的仇呢 记我什么仇啊 算我多嘴 老话说得好 逆毁石座庙不差一桩婚 我 你个大老爷们说话 能不能痛快点啊 你说不说 这崔铁飞 一听说老爷把你许给他 当时就急眼了 哭着喊着说什么 捣了我吧 打死我也不娶那个母老虎 那个母夜叉 我都听不下去了 小姐 小姐 你干嘛去啊 来 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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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上买上买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跟你讲啊 我白马神腔摧血杯要娶媳妇 一定得娶个温柔娴熟 知书达理的 就那不年长 你打死我我都不会娶的 吓人哪 铁飞哥 老婆厉害点好啊 以后免得有人欺负你对不对 对啊 你看他白马人枪了 杨宗宝 他不就娶了慕桂英 慕桂英多厉害 他挂帅 老公当前共挂 得了吧你啊 母夜叉和慕桂英能比吗 人家慕桂英是上马变英雄 人家下马就变贤妻了 你见过他贤妻啊 要我说呀 杨宗宝铁定是个妻寡爷 是不是 有感的有感的 这杨宗宝啊 他有俩小老婆呢 这黄奉仙万金贵 你要是不满意那个谁 杨大夫再给你取两个 对对对对 小孩子叫他要哪听这些乱七的 那 那叔叔先生说的呀 这本书啊 叫杨宗阳下山 可有意思吧 说的是这杨妻子 可远了可远了啊 回家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了 杨宗啊 别的都不说了 今朝有酒今朝对 来咱们再进铁威哥一个 愿铁威哥也取个 什么黄大仙上万金游的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就不对了啊 是黄奉仙万金贵 那黄大仙是什么呀 那是黄鼠郎 反正话说到这儿了啊 我崔铁菲 就算娶一只黄鼠郎 我也不会娶她母月叉的 快快快快快 来来来来来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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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这是我们家小姐 许凌芝 说母月叉母月叉就到了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说你呢 干什么呀 砸场子呀 对 就是来砸场子的 怎么着吧 这位小姐 你 你这 你真是干什么呀 这没你事啊 一边呆着去 滚蛋 滚蛋 滚滚滚 你想怎么着啊 崔姐夫 我问你 我爹是不是去你家提亲了 是 怎么了 你是不是说 打死都不娶我这个母老虎的 是啊 我是说了 快快快 嫂子 你别生气啊 我哥他跟你开玩笑 就是就是就是 嫂子 我 我是他堂弟 你当然不是我嫂子 就是就是 就是 去去去去去去 许凌智 你就是因为这事儿 来砸场子的 对 怎么了 难不成 你看上我了 我 我会看上你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我跟你讲 就算在世界上的男人死光了 死绝了 姑奶奶 我也不会看上你 怎么 又不 那太巧了 我刚才刚说过 我崔铁飞这辈子 就算娶一只黄鼠狼 我也不会娶你的 咱俩彼此彼此了 天下太平了 太平了 太平 快 门都没有 我跟你没完 不是 你看不上我 我也看不上你 咱俩以后啊 就老死不相往来 这不挺好吗 是啊 崔铁飞 我明告诉你 要聚婚的话 也得由我来 还轮不到你 不是 对啊 这凭什么呀 这你聚我聚不都一样吗 这孩子叫静 这有区别呀 你伤了她的颜面呀 也对 人家女孩子嘛 就这样 是这么回事吗 那这样 来 我呀敬你一杯酒 喝过这杯酒以后啊 你回去就跟你爹许大勇说啊 你说呀 咱俩真的不合适 这死活也到不了一块 因为啊 你是个母夜叉 你怹着牵着 杀人啦 杀人啦 我站在你 德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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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去 有本事你上来啊 母夜叉 上来啊 上来啊 谢谢 你是男人吗你 你是男人你就跟我下来 上来 我呀 好难不跟你女斗 我已经很让着你 你知道吗 还别不知道好点了 我乖乖回家吧 我不用你让着我 你下来啊 上来啊 母夜叉你 你说谁是母夜叉呢 你说谁是母夜叉呢 你说谁是母夜叉啊 你说谁是母夜叉 你说谁是母夜叉 你们三家伙谁要母夜叉 谁拿大鸟子打我 谁就是母夜叉 母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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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母夜叉 你才是母夜叉呢 母夜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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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啊 今天打不死你 我都给你取 怎么了 来 陆朗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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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这个翠天妃也太窝囊了吧 天天被老爹发挥不住 连女人都敢欺负她 哎 别瞎说 这跟咱们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她们俩家联姻要是泡汤了 对咱们有利啊 行了 别看热闹了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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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大家不要紧张啊 今天是咱们马场 选举乡长的大日子 所以我们请来了 国民政府 树阳县的张县长 以及国民革命军 常备队的汪队长 前来坐镇 以防止 某些居心不良的刁民 犯上作乱 张县长 行 大家静一静啊 各位乡亲们 张县长能在百忙之中 力临马场 真是让我们感觉到万分的荣幸啊 接下来 我们有请张县长给大家训话 好 好 各位 各位父老乡亲 直死全国抗战之境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团结 大家同仇敌干 有力气往移出使 只有这样 才能完成委员长交给我们的监局任务 大家知道 许乡长在马场干了二十多年 把马场治理得井井有条 无论功劳还是苦劳都非常的大 这是有功工赌的 今天 兄弟在这里表明一下态度 我支持许乡长 继续干下去 好 张县长 不知道您的表态 是只代表您个人 还是整个政府 怎么 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您是以县长的身份说的 那就是破坏公平选举 仗势压人 如果只代表您个人 我建议您还是私下说 否则有损您的微信 好 好 你什么人你 口气太狂了 要说狂 跟您比起来 我只是小巫见大巫 您置公平选举 人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 连国法都可以藐视 我哪敢和您比啊 杰红英啊 你太放肆了 你又不是马场的居民 你连选举的资格都没有 你凭什么在这里大放学策啊 不选举可以观理吧 你既然敢来猜选 还怕别人说话吗 太不像话了 竟敢咆哮会场 来人呀 把他给我清出去 我看你们谁敢动 周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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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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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爷 不好了 正在屋里发现大量鬼子 你冲着马场来的吗 是 多少人 没看清大概有三四百人吧 四妹 你把咱们的人带到马场外围去 看看小鬼子想干什么 最好能把他们引开 那你怎么办 放心吧 这么多兄弟在呢 铁部队跟我来 上 上 王队长 这小鬼子是不是送咱们来的 我也不知道啊 这带队伍要阳北一路开过来 肯定会被鬼子发现的 这 我也没想到啊 这个 要不 咱们先撤吧 喂 张警长 不能撤呀 选举还没有开始呢 依我看啊 这就是共产党使的阴谋诡计啊 他们假传消息就是想把你们瞎跑啊 不用怕的 老副啊 让我看这个事儿可很严重啊 你赶紧陪人去探一探 好好好 怎么会这么巧呢 我怎么怀疑 他们是路过的呢 好 上上上上上 快快快快 汪大队长 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 小鬼子不可打进来了 这是不是你们使的障眼法 你要是不信 可以派人去看啊 我用不着你提钱 这障的是 给鸭门动手 你们长辈队有一个加强连 加上雪先生的母团 和我们体会队 正好有三百多年 正好可以跟小鬼子大干一仗 乱弹琴 你以为我这是过加价的 那鬼子是这么好打的 张县长 你刚才不是号召大家 团结起来 全民抗战吗 快劝劝汪队长啊 用不着你骨头 等我探明敌情啊 自由安排 小鬼子好像应该追杀几个人 刚就完活了 那几个人跑没了 小鬼子正在搜索 那这么说 小鬼子不是中了跋场来的 对 应该不是 我发现 小鬼子来的真是时候 什么意思 干 干 干爹 这真的是日本人来了 有二百多人呢 不过大 大多都是伪军的 怎么有 此地休闲 还是赶快撤吧 别犹豫了 先去啊 不能撤啊 你们走了 这个烂摊子我怎么办呢 岳父大人哪 这活了眉毛 咱们先顾眼前吧 不要慌了 不要慌了 他们就是路过的呢 汪大队长 您这是要跑啊 我 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呢 啊 我们怎么能跑呢 既然如此 就应该马上不止防线 小鬼子就快打进来了 去去去 打什么进来 你听 这枪声 这还 还很远嘛 啊 这可能 大概其不一定 它很可能 它就是凑巧从这路过的 指导员 怎么回事 鬼子太猛了 我们挡不住了 我们人的太少 而且没有重武器 是啊 村东涛第一道防线 已经给突破了 林队长 我们先回来捎个信 说他一定会死守的 等等